以下是与Vitalic Buterin的对话,他是以太坊和以太币的创始人和白皮书作者,以太坊是一种加密货币,目前是比特币之后的第二大数字货币,具有许多定义区块链技术未来的有趣技术理念,而Vitalic是当今在这个领域创新最杰出的人之一。 与创建比特币的未知人或团体Satoshi Nakamoto不同,Vitalic非常著名,并在年轻的时候被推到了聚光灯下,成为可能重新定义21世纪货币和所有形式数字交易本质的技术的主要代表之一,这是人工智能播客,如果您喜欢,请在YouTube上订阅,苹果的Podcast中给予五星评价,在Patreon上支持,或直接通过Twitter与我联系Alex Friedman,拼写为Fridman,像往常一样,接下来会播放一两分钟的广告, 但永远不会在对话中插入广告,以打断听众的体验。 广告简介,两个赞助商Masterclass和ExpressVPN,请考虑通过注册masterclass.com.lax和在expressvpn.com.laxpod获取ExpressVPN来支持本播客,本节目由Masterclass赞助,注册masterclass.com.lax可以获得折扣,并支持本播客。 当我第一次听说Masterclass时,我真的认为这太好了,一年180美元,您可以获得通行证。 观看来自某些领域顶尖专家的课程,以下是我的一些最爱,Chris Hatfield关于太空探索,Neil de Graves Tyson关于科学思维和沟通,Will Wright关于游戏设计,我喜欢那个游戏,Jane Goodall关于保护环境, 我最喜欢的吉他手之一Carlos Santana关于吉他,Jerry Casperov关于国际象棋,当然,我是俄罗斯人,我喜欢Derry,Daniel Negrenew关于扑克,也是我最喜欢的扑克选手之一,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名师,Chris Hatfield解释火箭如何运作,发射到太空的精力,值得花那些钱。 对我来说,建议是不要被选择的丰富性所淹没,挑选三门你想完成的课程,从头到尾观看每个课程,这不会花费太长时间,但这是一个会长久留在你心中的精力,我保证,它绝对值得那些钱,你可以在基本上任何设备上观看它。 再次在masterclass.com.lex注册,获得折扣并支持这个播客,这个节目由Expressin赞助,在expressvpn.com.lexbot下载它,以获得折扣并支持这个播客,我已经使用Expressin很多年了,我真的很喜欢它,它易于使用,按下大点源按钮,您的隐私就得到了保护,如果您愿意,您可以让它看起来像您的位置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这有许多明显的好处,比如,它允许您访问, 像Netflix日本版或Hulu英国版等国际版本的流媒体网站,正如您可能知道的,我出生于苏联,所以遗憾的是,鉴于我的根源和对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欣赏,我的网站和这个播客的网站在俄罗斯被封锁,所以这是另一个例子,在这里,您可以使用Expressin访问像播客这样,在您的国家无法访问的网站,ExpressVPN可在您可以想象的任何设备上使用,我在Linux上使用它,向Vuntu Windows Android发出呼喊,但它也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可用, 再次在expressvpn.com.express下载它,以获得折扣,并支持这个播客,现在,这是我与Vitalic Fulton的对话,因此,在我们讨论以太坊和加密货币的基本思想之前,也许可以谈谈比特币的起源故事,和Satoshi Nakamoto的谜团,你做了一次演讲,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Satoshi是什么? E-Cypherpunk Community, or Was It Unique to Bitcoin? 中本聪究竟发明了什么?请介绍一下他是谁,中本聪是我们所知的,最初提出比特币概念的人,因此,我们称他为中本聪,之所以说,我们所知的,是因为这个人是匿名的,并且只通过互联网与人们接触,他首先发表了比特币的白题书,然后发布了比特币的原始原代码,并在比特币论坛上,与早期的比特币社区进行交流,并帮助项目的发展。 但在2010年末至2011年初的某个时候,他突然消失了,比特币项目非常独特,因为他有这样一位神秘而像传奇般的创始人,他忽然出现,并完成了这个项目,然后便消失了,我们从此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那么,比特币的白题书是在2008年发表的,您知道这是否是中本聪的首次露面吗? 是的,我相信白题书是中本聪的首次亮相,如何可能这么重要的项目的创始人竟然保持匿名呢? 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在科技史上,我不认为有类似的例子,但有可能是哈尔芬尼,因为他也活跃在比特币社区中,在那些两年的开始时期也是一个参与者。 哈尔芬尼是计算机科学家,密码学家,对技术,互联网自由等话题感兴趣,他是否是中本聪还不确定。 另外,比特币的第一笔交易是在中本聪和芬尼之间完成的。 如果芬尼不是中本聪,那么,您认为他是否知道中本聪是谁? 如果他不是中本聪,他可能是知道的,但像这样与人们密切合作,却不了解他们基本身份的情况是否是密码朋克社区的一个普遍特征,还是只是比特币独有的现象呢? 互联网,如果我们想一想他的话,因为你和我现在刚刚见面,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彼此的深度了解。 就像身体上的一样,我的视觉系统能够认出你,我也可以验证你的独特身份,很难冒充你的身份。 所以,互联网具有根本不同的特点,这很有趣,我知道这绝对是有趣的,因为我只是通过他们的互联网名字认识了很多人。 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互联网名字,其中一个有足够的个人资料图片,这种脸有些不太像人类,有很多迷幻的颜色。 当我想象他的时候,我能想象到,那不是一个真实的脸,你是第二受欢迎的加密货币以太币的创造者。 所以在这个话题上,如果我们只是继续谈论中本聪一段时间,你可能是最有资格谈论这种匿名性心理学的人。 比如你的身份已经被确认,但从你的角度来看,创造一种加密货币,然后保持匿名,对于什么有益处? 如果我们可以对中本聪进行心理分析,那里面是否有有趣的东西,还是只是他的一种奇怪体好? 这绝对有助于创建这种中立的形象,不属于任何人。 然后,你创造了一个项目,因为你是匿名的,也因为如同哈芬尼遭遇的不幸,可能会消失。 如果他就是哈芬尼,他最终死于剑洞症,现在被冷冻保存着。 但是,如果你消失了,留下的只有这件事情本身,那么没有人可以去尝试解释你的其他行为,并试图理解。 比如,哦,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 这个人在16岁时写的一篇文章,表达了他对民主的特定观点。 因此,这个项目是一个旨在实现特定目标的声明,它创造了一种环境,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来构建它,并不负担其他思想、政治观念等的包袱。 所以现在我们跟你一起坐着,你感到自己是以太坊的代表有压力吗? 虽然有一个庞大的开发者社区,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压力。 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推动以太坊生态系统,更多的去中心化的原因之一。 例如鼓励许多核心以太坊工作,在以太坊基金会之外进行,并扩大做出不同决策的人数,而不是集中在单个人或组织手中。 所有这些事情,就是尽量去除自己作为单一故障点的风险。 因为很多人批评我这一点,如果你看最成功的开放源代码项目,似乎一个人是关键的贡献者。 你觉得你像Linux那盒的狮子吗?这是可能的,我绝不打算消失,这是一个有趣的张力,类似的项目需要一个单一实体,但它们本质上是分布式的。 我不知道这种结构是否有什么有趣的脉络,关于未来加密货币的思考,是否需要领袖,有不同类型的领袖,有独裁者控制所有的钱,有控制组织的人,还有一些只是拥有自己的推特粉丝的高牧师。 那么什么样的领袖才是你认为最好的呢?你会说在这些日子里,事实上还更加热衷于高级祭司的方向,比以前更多。 我确实并不常常四处走动,并命令以太房基金会的人去做某些事情,因为我认为这些事情很重要,如果有什么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情,我通常会公开的或者直接告诉人们,而很多时候项目也会开始做这件事情。 现在我们来问一个关于钱的大哲学问题,最高层面上的钱是什么?什么是钱?它是一种游戏,我们有点数。 如果你有点数,那么有一种动作可以通过减少你的点数来增加别人的点数,而这样做是公平的,希望是公平的。 这是一种公平的游戏,你还可以有其他种类的公平游戏,例如,如果我给一个人一个点,你给一个人一个点,而那个人不是得到两个点,而是得到四个点,这也是公平的。 但是,钱是容易建立的,并且具有许多有用的功能,因此,它在社会中做一个命生存了数千年,它有用于财富储存,价值交换和将来支付的标记,是一种记下货币。 如果你看一下人类文明中的货币历史,就算我们只看二十世纪以及引领加密货币的发展,这个角色或者说货币机制是怎样改变的,这是你会思考到的吧? 我认为,二十世纪最大的事情是看到了更多的中介,我猜想,首先是从不断增加不同种类的银行开始,我曾经看到美元货币从以黄金为支撑到只有特定人可以兑换的情况,但到如今,没有任何实际支撑的状态,现在的世界是使用很多流动性货币并通过银行账户和支付处理器来进行电子结算,这种哲学上的想法令人着迷,即货币可以存在于没有任何物理支撑的情况下。 您认为,这种情况可能稳定,并且未来人类文明能够在大规模,高生产力,富足的社会中成功运作吗? 我认为二十一世纪的有趣之处,在于很多重要的财富并没有实际的支撑物,比如科技公司,例如推特,如果所有员工都愿意的话,他们可以离开并重新建立推特2,这样原来的推特就没有人了。 尽管公司拥有代码和知识产权,但其价值实际上是基于网络效应和协调问题的,这些员工不会同时全部离开,而且好的程序员可能只需要三个月就可以重写所有的代码。 因此,它的价值在于它的网络效应和协调问题,用户不会一次性全部转换,因为对他们来说,一次性转换太困难了。 所以,在成千上万人之间的互动中,存在这种圆稳态平衡,尽管如果你试图假设每个人都是完美理性和完美滑动的球体,它们似乎根本不存在,但这种粘性确实存在,您是否对这种粘性的基本动态有一定的了解? 它似乎是有效的,我认为一些加密货币的想法也依赖于它的工作,经济学家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建模。 一个常见的类比是,如果一个国家中80%的人突然有了一种想法,即当前颁布的法律和政府是非法的, 而另一种东西是合法的,那么这种想法就会成为新的现实。 然后问题是,如果在0%到80%的人之间开始相信这一点,会发生什么? 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这种转变正在发生,那么如果你是第一个加入的人,你可能没有太大的动力去这样做,但是如果你是加入的55%的人,那么这样做就会变得相当安全,这绝对是一种可以通过数学分析和理解的事情。 但其中的一个结果是,这种转变发生的时间点,有时可能会很混乱。 尽管如此,对我来说,网络影响人类在数百万亿的规模下分享的想法,仍然是很有趣的,认为货币的概念是所有人都认同的。 但我知道,经济学可以对其进行建模,我对经济学持怀疑态度,我的兴趣领域可能是心理学。 试图理解人类行为,有时候人们会假装自己能够掌握人类行为,即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混乱的领域,心理学或经济学这些不同的人类行为视角的所有模型都很难知道其中有多少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以及有多少是真正了解人类行为的核心。 关于这个问题,你认为货币在人类动机中扮演什么角色?那么,您是否认为,从经济学角度和心理学角度来看,货币是人类欲望的核心,货币肯定远非唯一的动机,它是一个很大的动机,也是与几乎任何一个世界上的人相关的最接近普遍的动机之一。 因为如果你要求任何人做某件事情,他们更愿意去做的话,如果你也提供一些钱的话,那么他们就更有动力去做了,这绝对有很多情况,人们会做与最大化金钱数额不同的事情,这种情况时常发生,但很多这样的事情更具体,更具体的关乎一个人是谁,以及他们的处境,动机和行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从你踩的角度来看,其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例如权利,你是否认为货币等于权利,您认为这些是冲突的想法吗?您是否认为去中心化的货币去中心化的应用正在考虑的一个想法是谁掌握权利?货币肯定是一种权利,有些人想要钱是因为他给他们带来了权利,即使我的钱似乎并不明显与钱有关,但人们花钱的很多东西最终都是关乎某种社会地位的。 我认为,这两件事是相互交融的,还有钱作为衡量你成功的一种方式,就像比分牌一样,这种方式可以回到游戏本身,如果你有40亿美元,那么从50亿美元升到60亿美元的主要好处之一是,你现在不再是低于有50亿的那个人,而是高于他。 因此,钱在生命的游戏中可能是一种自我价值的衡量方式,就像我们如何在等级制度中定义自己一样,我并不是说将自我价值定义为钱是健康的,因为它肯定远非表明您对社会贡献的价值的完美指标,但我确实认为,作为一种当前实践,许多人确实会这样感觉。 对于您来说,从经济角度来看,乌托邦是什么样子的?我想知道完美的世界看起来像什么,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乌托邦应该是一切激励都在同一条线上,这意味着目标的满足与全球每个人的利益之间几乎没有冲突。 那么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这是否意味着仍然存在贫穷和富裕的人,仍然存在收入不平等?你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否强大?你认为拥护市场至上的理念是否强大? 不同的经济哲学似乎只是反映了乌托邦会是什么样子?我认为,现有的经济哲学在许多方面都会系统的偏离乌托邦,比如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尤其重要,而现有经济哲学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这在互联网上,很多时候,个人或团体所采取的行动会使受益者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这些受益者无法被控制,传统的货币激励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奏效,因为它只适用于激励提供给个人的私人商品。 相比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被称为二次方资助的机制可能更加适合,这种机制通过给予多人给某一人币的奖励方式来激励多人参与。 这种机制可以帮助鼓励那些造福大众但成本分散的个人行为和组织活动,例如科学研究和应对气候变化等,他们匿名这样做。 所以,不考虑为某个特定个人提供服务,那么每个人收到的硬币数量就比这些不同人给出的硬币数量总和要大。 实际的公式是你取每个人给出的金额的平方根,然后加上所有平方根,再将它们加起来的结果平方即可,你可以把这个结果给出去。 这里的想法基本上是,如果比如说,你开始种植很多树,有很多人很高兴你在种树,于是他们会给你扔硬币,那么你能得到这个平方盒,你能得到这些微小金额平方根的盒,这实际上是为公共事务悲剧进行的赔偿。 在这方面,甚至有这样一个数学证明,证明它能够最优的进行补偿,什么是悲剧中的工地,这只是一个观念,如果存在一种许多人受益的公共福利,那么,没有一个人愿意为其做出贡献,因为如果他们奉献,他们只会得到自己贡献的一小部分利益,但他们需要为自己的贡献支付全部成本。 二次拨款这个术语,在什么上下文中有用?显然,您提到它是为了克服工地悲剧,但在哪些情境下,您认为它是实际有用的?从理论上讲,它对于一般的公共事务都是有用的,比如像什么服务之类的公共物品,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公共物品,所以,在以太坊生态系统中,我们尝试使用这种机制进行资助。 我写了几篇文章在Vetalixia,我浏览了最近一些回合,发现非常有趣,人们支持的顶级项目,包括在线用户界面,使人们更容易与以太坊进行交互,有文档,有播客,还有实现以太坊协议的软件客户端,隐私工具等等,这些对很多人都很有用,当很多人贡献资金支持特定实体时,这真的非常有趣,关于二次方付款,是否有特殊之处? 贡献都乘以N,因为你有N个人,因此,这种完美的补偿了一般的反义悲剧公元问题,关于二次方的部分是否基础,是的,我建议你访问Vetalixia上我的文章《二次方支付入门》,强烈推荐一下,至少是我迄今为止,解释背后本质的尝试,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能从最基本的什么是区块链开始吗?或者,也许我们甚至可以从败战亭将军问题开始,以及败战亭容错机制,大致讲一下,比特币在提供解决方案方面迈出了步伐,败战亭将军问题是, 莱斯利兰·波特198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其中,他进行了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有两个将军,分别在城市的对立面扎营,并计划核实进攻城市,这时的问题是,这些将军如何相互协调?他们可以互相发送消息,但这些信使可能会受到伏击,在路上的敌人有些信息可能会成为交易者,如果事情发生了变化,仅凭两个将军的消息可能没有解决方案,可以在有限的回合数内保证他们能够协调出相同的答案,但是,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将军, 然后,莱斯利分析一些情况,比如消息是否只是口头消息,还是签名消息,这样我可以给你一个签名消息,然后,你可以传递这个签名消息,第三方仍然可以验证,我最初发出了这个消息,根据这些不同的情况,就有不同的限制,比如给定了多少将军和多少交易者,这些将军中是否有一定条件下,你实际上无法协商何时发动攻击,所以实际上存在一个误解,即败战亭将军问题尚未解决, 而里斯特·兰波特解决了它,然而尚未解决的问题是,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都假设你已经达成一份固定的将军名单,并且这些将军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半可信赖的,不能只是匿名人员,因为如果他们是匿名的,那么,敌人可以是99个将军,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分布式系统的一般用途,更多的是企业级的,其中你可以假定你知道运行这些计算机网络节点的节点是谁, 因此,如果你想要一个假装是单个计算机的,去中心化计算机网络,并且你可以在上面执行许多操作,那么,它就由这些特定的15台计算机组成,我们知道它们是谁和在哪里,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至少有11台计算机是正常的,还可以在一个系统内,如飞机上的传感器等设备的网络中。 我认为,航空系统一般仍然使用这些想法,所以,这是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技术,密码朋克们的想法则不同,他们想要创建一个完全去中心化,全球通用的无需权限的货币,但问题在于,他们不想任何权威机构干涉,也不希望有任何特权人员名单,那么问题来了,当你没有办法测量身份时,如何使用这些技术来达成共识呢? 你没有办法确定是否有99个参与者实际上只是同一个人,聪明的解决方案是,采用Satoshi提出的加密经济学,通过经济资源来限制身份数量,如果没有现有的,去中心化数字货币,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采用工作证明机制,对于工作证明,解决方案很简单,只需发布一个困难的数学难题的答案,需要一定计算能力才能解决,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身份标识,接着,你再解决5个这样的难题,你就可以获得5个身份标识, 这些身份标识将用于运行共识算法,简单来说,共识的目标就是将一组大量计算机连接在一起,以一种方式使它们表现为单个计算机,即使其中大部分计算机损坏,或以任意方式损坏,该单个计算机仍然能够继续工作,共识对于正确运行全球通用的,是中心化数字货币至关重要,它们可以关闭,试图积极破坏一个系统,它们可以做很多卑鄙的事情,所以,密码朋克想这样做的原因, 是因为它们想在这台虚拟计算机上运行一个特定的程序,而它们想要运行的一个特定的程序,就是一个货币系统,它是一个直处理一系列交易的系统,对于每一笔交易,它验证发送方是否有足够的硬币支付交易,并验证数字签名是否正确,如果检查通过,它就从一个账户中减去硬币,并将硬币加到另一个账户中。 首先,工作证明的想法对我来说似乎相当迷人,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革命性的想法,用计算资源交换身份是显而易见的嘛,实际上它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最初是由Cinthia Dork和Nor在1994年提出的一篇论文,最初的使用案例是对抗电子邮件垃圾邮件,所以这个想法是,如果你发送一封电子邮件,你必须附上一个工作证明,这使得向你的朋友发送电子邮件相当便宜,但向一百万人发送垃圾邮件非常昂贵。 那么,回到问题,区块链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什么是区块链?我的理解是,它是一种系统,由网络中一堆节点创建的一个虚拟计算机。 区块链这个术语的使用原因是因为这些系统使用的数据结构目前至少是一个区块链,它们即使不同的网络节点会定期发布区块,一个区块是一系列交易列表连同指针,比如一个它所建立在之前的区块的哈希值等等。 你有一系列区块,网络中的节点创建了其中每个区块,每个区块指向前一个区块,因此你就有了这一系列区块组成的链,这是区块链中内置的容错机制,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确保没有任何有趣的事情发生。 实际上有很多可能性,在我刚刚描述的简单架构中,容错方式是这样的。 你有一堆节点,它们开心的,偶尔的创建区块,建立在彼此的区块之上,假设你有一个区块,我们称之为区块一,然后其他人在上面建立了另一个区块,我们称之为区块二,然后有一个攻击者试图恢复区块二,攻击者试图恢复区块二的方式是,而不是按照应该做的事情,在区块二之上建立一个新的区块。 所以,你有两个区块,区块一,它有两个子区块,区块二和区块二的引导向,现在,如果这种情况,有时甚至会发生随机事件,如果你知道网络中的两个节点,在同时创建区块,并且在创建自己的区块之前,不知道彼此的事情,但这也可能是攻击导致的。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你就有了一个攻击,那么,比特币系统中的节点,按照最长的链跟随,如果这个攻击发生在原始链上的快速超过两个,那么每个人都会忽略它,并继续跟随常规链。 但是在这里,你知道我们有区块二和区块二的引导向,所以两者有点平级,然后,无论下一个区块建立在哪个上面,假设区块三现在建立在区块二的引导向之上,那么所有人都会同意区块三是正确的,新的头部和快二主要是被忘记了,然后,每个人都在快三的基础上和平的建设,事情就这样继续下去,那么干扰系统有多难? 如果我们看一下一般的问题,参与该系统的人中有多少比例,必须是恶意玩家,才能真正干扰它,是否有一个好的数字呢? 根据参与者模型以及我们讨论的攻击类型,这个数字可以从23.2%到50%不等,这是指整个网络中所有计算能力的比例,一旦你的计算能力占据了23.2%,你就可以潜在地做出某些事情,当你的网络比例不断增加时,你的能力也会随之提高,如果达到50%,就可以摧毁一切。 那么,实现这个级别有多难?历史上来看,这是一场困难的,所以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获得这种计算资源的经济成本相当高,我认为,它在数十亿美元左右,需要专门的硬件和ASIC来解决这些谜题。 目前这些硬件被广泛用于挖矿,与深度学习相关的GPU和ASIC通常也被用于这个应用程序。 有时候,由于这个应用程序,甚至NVIDIA GPU都会受庆,你是否了解或关注这个领域,现在通常使用什么样的ASIC和硬件来进行实际计算呢? 工作证明,Pol在比特币和以太坊等加密货币中有所不同,在比特币中,有一种被称为3256的算法,它是一个哈希函数,难题就是找到一个数,使得该数的哈希值低于某个门槛,由于哈希值被设计为随机生成的,因此需要不断尝试不同的数字,直到找到符合条件的数字。 这就需要专门的电路来不断评估这个哈希函数,并将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电路堆叠在一个盒子里,24小时运行,在ASX中,甚至有专门的硬件来完成这个任务,量子计算是否对此造成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量子计算有两种与密码学相关的主要算法,一种是SHORE算法,它可以完全破解某些特定类型的数学问题,例如音式分解问题,SHORE算法还可以用于破解椭圆区限密码学, 以及任何隐藏阶群的密码算法,但好消息是,针对SHORE算法破解的每种主要用途,我们已经知道了量子证明的替代方案。 虽然许多情况下,这些量子证明算法的效率只有传统算法的5到10倍,但加密货币行业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我们需要转向这个算法与密码学相关的第二个算法,那就是格罗夫算法,格罗夫算法可能更为人熟知,通常被描述为解决搜索问题。 但其想法是,如果你有一个形式上寻找满足某些属性的数字的问题,那么用经典计算机需要尝试大约N次才能找到这个数字。 但如果使用量子计算机,则只需要做平方跟N次计算,格罗夫算法可能会用于挖掘,但这里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格罗夫算法可以用于挖掘,谁能创造出第一台能够运行格罗夫算法的量子计算机,它将比其他人挖得更快。 我们将看到,类似ASIC发布时的情况,新硬件将主导旧硬件,最终转向一个新的平衡点。 另一种可能性是,量子计算机的开销很高,保持量子状态需要很复杂的过程,而且最近我们已经认识到,让量子计算机实际工作需要量子差错纠正,每个逻辑量子位需要1000个真实量子位,因此实际运行量子计算机的开销可能比你得到的加速还要高,这很遗憾,但这也意味着工作正常的工作证明仍然有效。 所以,工作正名是比特币的核心思想,那么,在此之前还有其他核心思想吗?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以太坊的起源故事和想法,而比特币白皮书中的其他东西有哪些关键性质呢? 比如工作正名,以及公钥和签名,这样用于验证交易的加密学方法,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那么以太坊的起源故事呢?既包括人类方面,又包括技术方面。 好的,我在2011年加入了比特币社区,一开始我只是写一些文章,比如,为一个叫做比特币周刊的在线杂志写稿,后来开始为比特币杂志写稿,抱歉打断您一下,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您曾因魔兽世界的中心化控制感到幻灭,这是真的吗?还是您只是在说笑呢?这个事件是真实的,确实是这个原因让我开始关注去中心化。 那您一直对中心化的控制持怀疑态度吗?这种感觉是否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演变,还是一直是将去中心化的控制,视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的核心信念? 我一直认为,去中心化的控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自我意识独立之后,就有这种感觉了。 好的,那么,您在2011年加入比特币社区,开始写作。 接下来呢,我从高中过渡到大学,大学期间,我边学习边做比特币事务,大学一年级结束时,我辍学了,这是一种把比特币作为全职事业的方式。 除了继续为比特币杂志写稿外,我还开始着手开发软件项目,并在世界各地履行了约6个月的时间,参加不同的比特币社区活动。 我去过新罕布什尔州、西班牙、以色列和旧金山等地,同时认识到了许多其他从事不同比特币项目的人。 我曾经在以色列,那里有一些非常聪明的团队正在开发人们开始称之为比特币2.0的概念,其中一个是Covered Coins,基本上是在说,让我们不仅仅在比特币的区块链上使用,还要发行其他类型的资产。 然后就有一个名为Master Coin的协议,支持发行资产,同时也支持许多其他东西,例如金融合同、域名注册和许多不同的东西。 我花了一些时间与这些团队合作,很快意识到可以通过更加通用化来改进这个Master Coin协议。 我用的类比是Master Coin协议就像瑞士军刀,有25种不同的交易类型适用于25种不同的应用程序,但我意识到可以用更通用的事物替换其中的一些。 其中一个是,你可以用一个通用的交易类型来代替三种不同类型的金融合约。 这个交易类型只需要让你指定一个数学公式来确定每一方会得到多少钱。 顺便说一下,金融合约是什么意思,它只是一个术语,可以理解为一种协议,其中一个或两个当事方会提供抵押品,并根据不同的条件进行不同的操作。 这可能涉及资产价格,也可能涉及双方的行动,还可能涉及其他方面,但最终会获得不同数量的资产。 这取决于所发生的事情,合约实际上是金融系统中核心的交互元素。 当然,还有许多不同类型的金融合约,例如期权,种东西,你给了某人在一定时间内以某个特定价格购买你所拥有的东西的权利。 有差价合约,你基本上是在打赌,比如说,对于每涨一美元,我会给你七美元,或者对于每跌一美元,你要给我七美元之类的。 但重点是,这些合约必须得得到执行和信任,没错,你必须信任他们能在一个没人能被信任的系统中得到实现,这是一个美妙而复杂的系统。 所以,你是想要将这个基本的合约框架通用化,那需要做哪些技术步骤才能创建以太坊呢? 为了继续讲述这个故事,我先介绍一下MasterCoin项目。 这个项目开始与我提供的通用化合约的思路,最终,这个想法演变成了一个更完整的提案,放弃所有现有的功能。 代致以加入编程语言,我将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他们的回应是,这很好,但似乎很复杂,我们不能在短时间内实现。 我当时的反应是,你们不知道这对区块链技术的革命意义吗?那我就自己来实现。 于是我给这个编程语言起了一个名字,极致脚本。 然后,我经历了几轮迭代,以太坊的想法开始形成。 基本思路是,建立一个区块链,其中核心单元是我们称之为智能合约的东西。 这些合约可以包含资产,拥有自己的内部存储器,由一段代码控制。 因此,如果我向一个合约发送一些以太币,那么决定该以太币和以太房中的货币去向的,只有合约本身,那份合同的代码本身。 基本上,你是把资产发送到计算机程序,这就成为创造奖励协议自动执行协议的范例。 自动执行就是代码是合同的一部分,这就是所谓的智能合约。 建立这种东西有多难,比预期的要难,最初我其实认为,我会在几个月中轻松的工作,并发布一份白皮书,然后回到大学继续学习。 然而,当我发布了白皮书后,许多人前来帮助并表示兴趣,这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我才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比我想象中更大的事情。 于是,我们开始了一个更长的开发过程,以满足这种更高期望水平的需求。 在这个过程中,你通过软件工程面临过哪些挑战,还是社交方面,答案是两方面都有。 那么,你通过这个过程学到的人类文明和软件工程的一些最大,最有趣的挑战是什么呢? 我想对我来说其中一个挑战是,我是一名在学校里,从未受到任何不友善对待的极少数怪人之一。 因此,当我涉足加密领域时,我期望每个人都像以前一样无私和友好。 但是,我用于寻找这个项目联合创始人的算法并不是很好,实际上就是一种叫做贪心算法的计算机科学方法。 首批申请帮助的前15个人就成为了联合创始人。 你的意思是,那些形成这个团队的人吗? 问题是如何平衡个人自我与合作。 在加密货币治理的背景下,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鼓励团队合作和沟通,同时也允许个人做出贡献和创新的系统。 这可以通过透明决策过程,并吸沟通渠道和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意见的机会来实现。 如果参与项目的每个人都致力于共同的目标并愿意共同合作,任何挑战,包括自我冲突,都可以克服。 关键是找到个人报复和集体成功之间的平衡点。 因此,这里有一个充满希望的信息,即在加密货币世界中可以创建有效的治理结构,促进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作和合作。 尽管他们拥有不同的自我和性格,以太坊研究团队发现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人才,他们主要对技术感兴趣。 当关注点和热情在技术方面时,事情似乎总体上都进展得很顺利。 但在技术方面,您学到了什么?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首先,软件开发中的第一条法则是,当有人给你一个时间表时,把时间单位变成更大的单位,我们也陷入了这个陷阱。 本来应该完成的任务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却用了二十个月的时间,这是低估了这个任务的技术复杂性导致的。 还有研究上的挑战,例如,从一种工作量证明机制转换为一种权益证明机制。 更多的股权证明机制是一种替代共识机制,用它来证明你在系统内具有硬币的使用权,就能让你参与共识了。 基本上,如果我锁定了一百个硬币,那么我就成为了一个虚拟矿工,系统自动随机分配给我创建块的权限。 如果其他人拥有二百个硬币,他们就有更高的机会被指定为下一个虚拟矿工,这种方法可以节省大量的计算资源,减少争夺矿工地位的竞争。 他们在锁上行走,那里有二百个硬币,然后他们得到了一种两倍大小的虚拟矿工,他们将能够两倍频繁地创建自己的区块,对吧? 因此,他常是类似于工作证明的事情,但是,与其限制您参与的,是您解除哈希挑战的解决方案的速度和速率。 而实际上,限制您参与的是将多少硬币锁定在这个机制中,很有趣。 所以,参与的这种限制并不需要您运行很多计算,这是否意味着,越富有的人就越富有身份,更稳定可验证,或者任何你觉得正确的术语。 这肯定是一个常见的批评,我的常规回答是工作证明,甚至更像那种系统。 没错,因为我并不是说那是一个批评,我想你完全正确,这等价于工作证明是同一种系统。 但在工作证明中,您还必须使用物理资源,对吗? 对,烧掉电脑,烧树木等等,是否有一种方法来操纵权益证明系统? 是的,但您需要拥有锁定在系统中的所有硬币的非常大的部分,才能做出任何不良行为。 就是这样,也许稍微离提一点。 加密货币的批评之一,是在工作证明机制中,你必须在世界上使用很多能源的事实,对吧? 这是权益证明的动机之一,是为了摆脱这种情况吗? 肯定是的,你对此有何看法?也许我知道的太少了,但真的会有环境影响吗? 是的,最新的消息是,比特币消耗的能源与奥地利国家相当,或者类似于那个规模。 然后,以太坊现在只比比特币小一个数量级,你谈论了以太坊2.0。 那么,以太坊2.0的梦想是什么? 股权证明的状态是什么? 以太坊将向何种共识机制过渡? 以太坊2.0是我们一直想对以太坊进行的重大升级。 其中两个重要的升级是股权证明和分片。 股权证明和我们所谓的分片解决了区块链的另一个问题,即可扩展性。 分片的基本原理是,网络中的每个参与者不需要个人下载和验证每个交易,而只需要下载和验证一小部分交易,然后随机分配每个参与者需要验证的工作量。 因为这种分配是随机的,所以仍然拥有需要大部分整个网络来破坏任何分片内部发生的情况的属性,但系统仍然非常冗余和安全。 在技术上,股权证明和分片都是具有挑战性的。 可以说,分片更具挑战性,因为分片不仅是共识层如何工作的变化,而且还涉及到网络层的变化。 这是因为,如果在网络层上你仍然像今天一样进行所有信息的传递和八卦,那么分片就没有意义。 因此,我们必须拥有足够的子网和快速切换子网的能力,以便与各个子网互相通信。 这一切都是可行的,但它是一个更复杂的架构,绝对是尚未在加密货币中实现的事情。 E-Current Translation is as follows,加密货币中的网络层就像是在广播信息,这更像是一种自足网,你在较小的团体内广播信息。 但是,你有许多子网,你需要在它们之间切换,这是个非常美妙的想法,从图论的角度来看,但软件方面,以太坊项目的人员会实施,他们负责什么?这是一个合法的软件工程项目吗?人们如何协作建立这样的项目?这是否几乎像大规模的开源项目一样?是的,以太坊团队中有一个名叫丹尼瑞恩的人,他一直非常出色,是一个事实上的开发协调员。 我们有一种独特的组织结构,以太坊基金会内部进行研究,但实际的实现,由不同的独立团队完成,这些团队都是独立的公司,位于世界各地,非常有趣,比如澳大利亚,你需要一些不断的努力来让这些人相互交流,实现规格说明,确保每个人都同意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如何解释不同的东西。 以太坊2.0的这两个机制,距离我们还有多远?考虑到您之前提到的软件项目的普遍诅咒,您有什么时间表感觉吗? 以太坊2.0分为三个阶段,D0阶段仅创建一个权益证明网络,它实际上与当前的工作量证明网络是分开的。 最开始的工作量证明网络只是为了给它时间去成长和改进自己,人们可以选择移动,抱歉打断一下,人们可以选择移动对吗? 是的,他们可以选择移动,然后第一阶段加入分片,但只是添加了数据存储的分片,而不是计算的分片,之后就是合并阶段。 在那里,账户和智能合约的所有活动在现有的以太一系统上被剪切和粘贴到以太二中,然后工作量证明链被遗忘,之前存在的所有事情都会在权益证明系统内继续存在。 所以对于时间表来说,D0阶段已经几乎完全实现,现在只是需要进行大量的安全审计和测试。 我个人的经验是,现在感觉我们处于与最初的以太坊启动时相当的阶段,也就是距离启动还有大约四个月的时候,但这只是我的猜测。 那么,它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才从Python转移到Python3,你如何看待从这个阶段零开始不同共识机制的转变,你是否认为会有一个剧烈的转变,并且人们会跳到这种更好的机制上? 在零和一阶段,我不指望太多人做太多事情,因为新链刻意的没有开启太多功能,如果您想成为权益证明验证器,可以开始,如果您想为其他区块链应用程序存储数据,也可以开始,但是,现有的应用程序将大多数仍将存活于以太一上,当合并发生时,它会一次性进行操作,这样,与逐步转变不同,所有事情都在一瞬间发生了变化,我能感应到一种系统,好像在一方面需要协调升级,但在另一方面升级可以被协调,顺便问一下, Casper FFG是什么?Casper FFG是我们用于权益证明的共识算法,Casper FFG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特别的方面呢?嗯,Casper FFG将两种不同的设计思路融合在一起,一种是50%故障容错,但取决于网络同步,一种是33%故障容错,但在异步状态下安全,这个想法很有趣,它是如何实现的呢?绝对是相当聪明的,如果你感兴趣,我建议你阅读一下Casper FFG的论文, 论文的作者是我和Virgil Griffith,这种发布白皮书和论文,并将它们公开的想法,在加密货币领域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个传统始于Satoshi Nakamoto,你认为这种分享思想的未来会怎样呢?该运算符相信这个东西可行,所以,如果系统背后的任何东西都是封闭的,那么就会失去意义, 因此,在我们尝试构建的事物类别的基本属性中,有一种开放性的趋势,同时,开放性已经被证明是一种非常好的合作方式,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年里,在加密领域中出现了很多创新和学术合作, 例如,我们有一个名为EtherSearch的论坛,它类似于ETHRESER,然后是.CH,我们在那里发布一些想法,这种形式有一半是正式的,有一半是非正式的,可以在其中包含数学内容,但通常比论文要短得多,事实证明,大多数新想法只是相当小的金子,你可以用五到十行的话解释清楚,它们实际上并不需要整个论文的正式性,它们不需要像填充器一样的实验内容,也没有介绍和结论,你只需要发布这个想法,然后, 人们会在上面发表评论,这太棒了,我打断了你,卡斯珀FFG,还有其他的吗?卡斯珀FFG,将这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从而创建了这样一个系统,如果你有五十多个诚实的节点,并且你有网络同步,那么,这个东西就像一个链一样运行,如果网络安全性失败,那么,区块链中的最后几个块可能会被替换,但是,通过这种更为异步的过程,确定的任何内容都不能被撤销,因此,使用这两种方法可以获得最好的结果, 以太棒的可组合性方面,允许不同的应用程序在彼此之上构建,无需团队之间的许可或通信,其中一个例子是游戏CryptoKitties,有人创建了一个名为CryptoDragons的游戏,玩家可以用CryptoKitties代币为龙,这些应用程序的互操作性,可以导致整个软件生态系统的创建, 再去中心化金融领域,出现了稳定币等有趣的发展,稳定币是一种价值等于一美元并由加密货币支持的代币,还有去中心化交易所,总的来说,基于群体信仰的资金涌现能力和以太坊的可组合性,是以太坊世界中的两个美妙的想法,随着去中心化交易所的兴起,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构造,它存在了大约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叫做Uniswap, 那么什么是Uniswap呢?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智能合约,它持有两个代币的余额,我们称它们为代币A和代币B,并且它保持一个不便式,即代币A的余额乘以代币B的余额,必须等于相同的价值,因此,你交易这个东西的方式,基本上就像你有这个曲线,你知道像XY等于K,然后在你交易之前,它处于某些曲线上的某些点,交易后,你只需在曲线上选取不同的任何其他点,然后,无论DeltaX是多少,那就是你提供的A代币的数量, 无论DeltaY是多少,那就是你得到的B代币的数量,或者反之亦然,然后在曲线上当前点的斜率就是价格,这就是整个过程,它允许你对代币进行交换,即使参与者很少,整个过程也非常简单,非常容易设置和参与,为人们提供了如此多的价值,分布是应用基础设施,也是这样做的,因此,这是一个智能合约,这是一个只运行在以太坊上的计算机程序,智能合约也是很有趣的,您认为加密货币将来可能成为世界主要货币吗? 那么在货币的角色,结构类型方面,您认为我们走向何方?我肯定希望一些法定货币会继续存在并继续强大,并且,我肯定希望在未来几十年内,法定货币也以其自己的方式数字化,顺便问一下,什么是法定货币?美元,欧元,日元等东西? 他们受到政府的支持,我也期望加密货币能在某种程度上发挥重要作用,确保人们始终有一种选择,如果法定货币开始崩溃,例如在委内瑞拉这样的通货膨胀率很高的地方,或者,如果你的国家因银行的某些行动而与其他金融系统隔绝开来,或者,如果出现了任何贸易中断或更严重的情况, 那么,由于他们的全球中立性,加密货币就像永远都在那里,你可以继续使用它们,有趣的是,您对加密货币未来的可能性非常谦虚,您不认为有可能出现它成为主要货币的未来,因为它感觉就像是由政府集中控制的法定货币会限制些什么,也许是我天真乐观对世界的看法,这是肯定非常可能的。 我认为,加密货币能成为主要的价值和工作形式,你需要具备比今天更稳定的价格,现在有稳定币和那些仕途比比特币和以太坊等现有货币更加稳定的加密货币,但这对我来说仍然是主要的挑战,您认为,这是由于这只是初期阶段的特征吗? 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概念,在货币历史上,十年算不了什么,我认为,这是两者的结合,一方面是现在还是早期,另一方面是更持久的任何经济问题,即货币需求是不稳定的,因为经济衰退和繁荣,技术变化等许多因素会影响人们持有多少货币。 如果您有一种货币,具有固定供应量,那么,当人们对持有多少货币的需求发生变化时,就会出现问题,变化的需求完全以货币价值的变化来表达,这意味着需求的波动会完全转化为该货币中主导物品的价格波动,但是,如果您使用的货币的供应可以发生变化,那么,当需求增加时,供应也会增加,并吸收更多的波动性,因此,该货币的价格将吸收较少的波动性,比特币确实具有限制性供应,而以太坊没有。 但是,您刚才所说的内容,能否澄清,以太坊是否适合您所谈到的这种具有灵活供应的货币类型,以太坊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灵活,但您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对货币价值的反应,具有特定的灵活性,我建议您也看看稳定币,例如像带这样的东西,它是一种新型的加密货币,稳定币是一种加密货币,由智能合约发行,智能合约持有一些以太坊,然后基本上是人们存款,然后发行带。 人们存款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在以太坊上进行高杠杆交易,因此,他将这两组用户配对,一个想要稳定性,另一个想要额外的风险,从而为一组参与者提供了保证,即他们拥有这种资产,可以稍后转换回以太坊。 但是,它具有特定的稳定网络效应,它确实有许多稳定机制,很有趣,从科学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很棒,我经常不会从局外人的角度看待问题,我经常会看到一些炒作和一点点所谓的忽悠,而不是美丽的科学和工程,至少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您有什么评论可以提供,让我们在不被这个领域中的骗子和炒作者打扰的情况下,了解这个世界,是否有一些特定的人需要关注和学习呢? 我认为,您需要知道一些特定的人去关注,比如密码学家和研究人员,以及像以太坊研究团队这样的人,比如Dan Crow, Danny Justin等人,还有一些学术密码学家,比如Stanford的戴维·波纳茨,他负责运营区块链研究中心,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在那里工作。 如果您想要学习灵知识证明之类的知识,可以关注Zoot等人,我认为,如果您关注技术,就可以逐渐了解更多,首先从以太坊小组开始,然后再看看学术界的Davidson等人,小心谨慎地扩大您关注的人群,如果有人显得过于自我宣传,那么就把它们移除,关于书籍,有一些历史性的书籍,比如Nathana Popper的数字黄金讲述的是比特币的历史,还有Matthew Leithing宣布正在撰写一本关于以太坊历史的书。 对于技术方面的书籍,Andreas Antonopoulos的精通以太坊非常不错,他们关于政府和分散货币的想法,你知道分散货币和国家的权力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对于这种紧张局势,你有什么看法,是否需要制定货币管理规则,政府是数字货币和分布式货币的敌人,还是可以成为谨慎的朋友? 我觉得人们经常忽略的一点是,政府显然不完全是敌人,因为如果没有那么多政府规管,如果中心化的数字货币可以随意发行,那我们可能会看到像谷歌,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公司在大肆发行,然后分散的货币仍然吸引一些人,但吸引的人会比今天少。 即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它显然更多的是帮助了这个行业的存在,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做了一些损害区块链扩散和发展的事情,也有一些事情他们做得很好,例如追查欺诈项目和打击某些市场营销最疯狂,最误导人的项目,政府还有可能会在很多不同的事情上使用区块链,比如政府有自己的身份记录,财产登记,甚至他们自己的货币也是有安全性的,他们在进行许多不同的操作,并且区块链应用也有很多的机会, 他们可以利用技术为社会做很多好事,不过有点不幸的是,政府在接受和利用技术方面经常落后,如果你看看自主驾驶汽车领域以及人工智能领域,他们都落后了几年,帮助政府赶上来肯定是件好事,但这一直是个难题,你曾与弗拉西米尔普京会面讨论中央货币问题,你出生在哪里,科尔玛是一个位于莫斯科以南约115公里处的城市,对吧? 是的,我在莫斯科长大,普京是这个世界这个地区的一个核心人物,那见他是什么感觉呢?他在照片中比实际高,对吧? 没错,他大概有5英尺7英寸或者5英尺8英寸吧,很不幸的是,我们实际上没有太多与他交流的机会,我只见到了他大约一分钟的时间,我确实有机会见到其他政府部长,他们中有一些人会尝试使用一些区块链技术来寻找各种政府用力,以减少腐败等问题很感兴趣,但从一次会谈中很难判断,某些事情是真诚的,还是只是因为区块链很酷就要去用。 当我听到巴拉克奥巴马谈论人工智能时,会觉得他虽然可能不是AI专家,但他非常仔细地研究了它,思考了这种技术的意义,他通过内在了解,甚至只是阅读维基百科上的页面,思考了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感觉普京或一些部长有思考过区块链的基本原理和技术,并能够直观地理解他呢? 有些老派,有些新派,这取决于具体人,你说你跟普京说过话,但对于此话题来说,对我来说,仍然是个开放性问题,因为普京曾说过,我不知道,就像我之前所说的,我只和他聊了大约一分钟,但有时候你可以从一个快速的评论中得到一些启示,据我所知,目前有约3000种加密货币正在活跃交易中,以太坊是其中之一,许多人相信它将成为主要的加密货币,尽管比特币目前仍然是主要的加密货币,在加密货币世界中,这种多样化好吗? 您认为,这种情况会继续存在,还是需要在比特币或以太坊等方面达成全球共识? 我的看法是,多样性是好的,当前可能有太多的人试图创造不同的区块链,数字一定应该超过1,可能甚至大于2或5,但肯定不会是3000或40这样的数字,另外,也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制造高质量平台的数量过多,因为目前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区块链,每个项目都有其自身的目标和应用,我认为,尝试新事物肯定是健康的, 如果我们看看分布式应用的加密货币领域和人工智能领域,是否有一些重叠,这两个世界都关注着集中控制,它们之间是否有重叠之处,这很有趣,你会思考人工智能吗? 是的,我确实思考过人工智能的问题,特别是控制问题和协同问题,你担心人工智能存在威胁吗? 这绝对是我担心的事情之一,在这两种情况下,你最终都在试图让一个简单的系统来指导一个更复杂的系统,比如在强人工智能的情况下,简单系统就是人类,而复杂系统就是人类所释放给宇宙的所有东西。 而在区块链中,简单的系统是一段静态的完全开源代码,而复杂的系统则是可能参与网络的所有不同的人类行为者和他们使用的策略。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生命有限,希望在生命中实现什么,我肯定会想到自己的有限寿命,如果给你永生的选项,你会选择吗? 这取决于具体情况,如果这意味着我将在10的75次方年内漂浮在空旷的空间中,那么不,但如果是可以有充实,有意义的生活,有朋友一起度过, 有有意义的挑战去探索和冒险,有有趣的事情需要去研究,那么我肯定会选择永生,谢谢你的回答。 Vitalik,非常高兴能和你交谈,从远处关注你的工作,感谢你创建了一个革命性的想法,并坚持不懈地建立它,并进行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工程工作。 感谢您收听Vitalik Buterin的访谈,还要感谢我们的赞助商ExpressVPN和Masterclass,请考虑通过在masterclass.com上注册Masterclass ExpressVPN.com和在expressvpn.com上获取ExpressVPN来支持这个播客,如果您喜欢这个播客,请在YouTube上订阅,在Apple Podcast上给予五星评价,在Patreon上支持,或者在Twitter上与我联系 ExpressVPN,现在请让我用Vitalik Buterin的话结束本期节目,除以太坊以外,我经常问初创公司为什么使用以太坊区块链比使用Excel更好,如果他们能提出一个好的答案,那么你就知道你得到了一些真正有趣的东西,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下次再见。